大家好,我是老叶 今天是2022年12月13日 我们要去朋友工作的台球厅玩一下 顺便看一下加拿大的台球厅是个什么样子 店名叫做MasterQ 是一个酒吧台球厅 门口已经很有圣诞节的气息 店里面的空间还蛮大的 有很多不同尺寸的桌子 很多的年轻人朝气蓬勃 不过这个装潢就是有种瞬间回到国内的感觉 角落上面还有一些飞镖机 朋友就在这个吧台上班 到处走走看 我们开了一台桌子 小时候和朋友们玩过很多的台球 应该还有一些肌肉记忆 就是不知道现在的技术还保留几层 这个球大概是这样放吧 大力出奇迹 刚开球就送白球 在我的印象中 台球应该是很简单的 就是这样一下一个 结果呢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尝试打中球中 老婆好像比较专业 你不要挡住我啊 不要挡住我啊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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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也是一个喝水和苗边大师 哦哦哦哦 哈哈哈哈 台球勾起了我很多小时候美好的记忆 那时候呢 我和朋友们都没有什么钱 也没有什么电子产品 就约在街边打台球 一盘五毛钱 谁输谁付钱 所以每一把 大家都玩得非常论真 毕竟五毛钱对我们那时候来说都是巨款 现在要打完一盘台球真的太难了 起码得花40分钟 太没有体验了 什么鬼 去试试丢飞镖 果然还是飞镖好玩多了 偷看一下背后的小伙子 对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种水平 天黑了 玩够了 去这个全州乡韩国餐吃个乐腾腾的猪骨汤 食物的量很足 还有很多小菜 真希望每天都能过得这么愉快 但接下来的一个月呢 我们全家都在和新冠还有流感对抗中 好 感谢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 里还有礼物 如果 Bangladesh 还让我们这里面 aver 上磋 好